他昨天我问的要了那个什么FTP 那个密码和那个用户名 然后他用那个就可以了 就不用找那个医名的密码了 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有了 用了一个也是一样 FTP的那个用户名和那个密码 都是那个那边已经提供了 提供了以后他用那个就可以上传了 就可以上传那个资料了 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他这边 好像他说不用我也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 反正他自己跟那边交涉了 那好 好那先这样去 是吧 好 谢谢大家